S-Park是台湾首座新都会型的水神公园 预计在8月7号就会开放市民参观 水族馆内一共三层楼提供八种主题 以及大型户外活动 从天花板到地平 延伸到水槽的影像演出 呈现出360度距破例的沉浸式空间 让参观市民仿佛胜利奇境在海洋世界中 现在就赶紧来看一下有哪些特色区域 整边的落地橱窗 由着丰富多样的雨种生态 千变万化的海底地形 浮河摩沙展区 呈现了美丽的海洋环境 让参观者的视觉深入海中 依然海洋世界的壮阔之美 所以是一个大家可以使用武感 而体验的一个演出空间 那另外一个我们追求的内容 台湾的水族館的学习 结合了台湾的学术性质的水族馆 日本的娱乐性 和日本的娱乐性的部分 以这个寓教娱乐的新形态的水族馆 日本横滨八景岛水族馆海外分馆 预计在8月7号正式开幕 整栋三层楼的设计 打造多种不同的主题风格 从二楼的入口处开始 就可以看到以台湾原生海洋风貌 为主题的浮河摩沙 也有水母万花筒世界的异建水母 以及首度来台以契合为主题的契合奇遇等区域 三楼展区可以看见可爱海报的寒带行动区 以及结合科技技术的虚实互动专区 而其中展区还搭配日本知名音乐家音乐作品 结合水中的生物样貌 让整个心情都放松起来 不仅如此一楼户外区 还会安排大型的标准活动 让市民近距离与生物来接触 还没正式开幕 就已经造成如此热烈讨论 这也会让清浦地区更增添话题性 投影文件新闻林瑞峰成新闻中立采访报导 让市民开明文件新闻中立采访报导